续讲了 Main 刚才讲了 X就是Grade Number of Students 就是Y Axis 即是一Grade有六个 Main等于 Mu 等于Summation X1Y1 XIYI I等于1到6 这个也是I等于1到6 OK X1Y1就是6 1乘6 再加2乘3 再加3乘5 再加4乘6 再加5乘2 再加6乘4 OK 再除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就是Total Number of Counts 这里有26个 是不是 这里有26个 刚才计出来 就是 85分 Total 85个Grade 除26人 平均是 等于3.27 即是每一 如果我 我这里 平均 一个学生 他会拿到3.27个Grade 如果我知道 整班是多少人 例如整班有26人 我将26人 将26人成 这个Main 就知道总数是多少 整班加上有多少分 这个叫做Main 但这个3.27代表到什么呢 这个3.27代表到什么呢 代表到什么呢 你看这个分 有6个人 就是1分 1Grade 有6个人 有4个Grade 5th grade 只有2个 那你怎么interpret 整个 整个Distribution呢 譬如 我知道 全班 全班人拿到85分 85个Grade 每人平均是3.27 那代表什么呢 3.27在这里 代表什么呢 那你再想一下 喂 是不是每个人都接近3.2分呢 譬如有些2 有些4 还是 像现在这样 有些1 有些6分 那你怎么定呢 那我们又 如果我将这些分数 加上 譬如 我将 1 将Grade 1 减个main 减个main 既然我是 xi -mu ok 那我再乘回Yi Submation i等于1到6 加出来 拿则机找个计数机 等于0 因为 为什么 它这里是3.27 它就平均 变成为 这里 这里 成为 加加万卖 等于0 因为这个是负数 不妨大家找个计数机 算一算 算到有负数 一个负数 一个负数 一个正加加万卖 就等于0 咦 咦 又分不了什么 对吧 又分不了什么 怎么说呢 于是 就有standard deviation 这件事出来了 我想知道 它的离散率是多少 例如我这个 1-3.27乘6 然后呢 2-3.27乘3 如此类推 这个类种完之后 是等于0 是等于0 如果大家读过 sthetics 这个等于是 譬如你1 譬如你6 譬如我这个是6 6g 这个是sand of mass 或者sand of gravity 这个moment arm 这个moment arm 就是 这里是1 和这个 3.27 这个1 中间大家差多少呢 Cent of mass 的definition 就是这个distance 乘这个 那么它的moment 和这边的moment 加上 应该等于0 那其实呢 Cent of mass 或Cent of gravity 其实就是等于 这个moment 如果读过 读过 physics 读过statics 就可以记得 那我怎样看它的离散率呢 看不到的 那我们先说过了 Standard devi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是怎样呢 那你既然 XI YI 加上 是等于0 那我 为什么呢 真的有负 有负有正 有负X 有XY 加上 就是等于0 那我将这个 拿到 Absolute value 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拿到 Absolute value 很麻烦 于是呢 我们就有 Cent of deviation 上来 到 到 中间 在 到 好